花联县政府为了便利民众扫墓记组 在4月4号到5号清明节期间 分别在各公墓及13乡镇市 护镇事务所等全县有43个据点设置服务台 提供鲜花以及矿泉水 备有干洗手消毒液以及防蚊液供乡请使用 清明连续假期许多民众都返乡共同前往扫墓 作为是祖先为了便利民众扫墓记组 不然以前我们正处在4月4号、4月5号两天 在各公墓、13乡镇市护镇事务所等共有14个据点设置服务台 提供鲜花以及矿泉水 并且有干洗手消毒液以及防蚊液供乡先来使用 4月4号以及4月5号 在全县总共有43处的服务的据点的公墓 大家可以领取花卉以及我们手套或者是矿泉水 让我们所有乡亲朋友们在这个清明的时刻 缅怀先人的同时都能够获得便敏的服务 那希望各位乡亲朋友们 踊跃地把握这个时间来去领取 贴心的服务找到民众都肯定许多 踊跃前往服务台领取矿泉水和鲜花 现在许中有提醒乡亲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有所趋缓了 但若有发烧或呼吸道真重的情况 还是要戴上口罩 以维护自己与他人健康 欢迎先人的服务清明扫墓便敏服务措施 鲜花以及服务用品数量有限 发往为止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得喜欢广播剧道